作为王室成员服务了几十年的苏珊贺希夫人,被认为是白金汉宫的工作人员,在令人深感遗憾的事件发生后,辞去了她的名誉职务。 大家好,我就是陪你一起看王室故事的那个拉不住的风筝,为了方便下次容易找到,看视频前记得点赞订阅并开启小铃铛哦。 我们接着往下看。 苏珊夫人曾担任伊丽莎白二世女王的卧房妇女,也是威廉王子的教父母之一,据信是白金汉宫的工作人员。 她对其中一位客人发表了不可接受且深感遗憾的评论周二下午由卡米拉女王主持的关于家庭暴力的重要招待会。 今天早上早些时候,温哥齐富拉尼经营慈善机构西斯塔空间已支持受虐待影响的非洲和加勒比传统女性, 她在抵达白金汉宫参加由查尔斯国王的妻子倡导的活动后,不久就发生了令人不安的交流。 富拉尼女士在推特上写道,对昨天参观白金汉宫的感受很复杂。 到达后十分钟,一名工作人员SH夫人走近我,拨动我的头发,看看我的名牌。 下面的对话就发生了,活动的其余部分是一片模糊。 这位慈善领袖还附上了一份交流记录,并补充说, 妇女平等党的领袖曼杜里德和苏珊奈雅各不都,亲眼目睹了这一过程。 根据富拉尼女士分享的文字记录, 这位慈善领袖提到的白金汉宫工作人员SH女士问她来自非洲的哪个地区。 据报道,这名工作人员向富拉尼女士施压,要求她知道自己的国籍, 甚至在皇宫客人向她明确表示她在英国出生和长大后, 她还告诉慈善组织负责人,不,但你真正来自哪里,你的人民来自哪里? 来自? 她在社交媒体上详细描述了所谓的谈话, 她说这是在她到达十分钟后发生的,其中包括交流,你来自哪里? 我,这里,英国。 不,但你是哪个国籍的? 我,我出生在这里,是英国人。 不,但你真的来自哪里? 你的人民来自哪里? 我,我的人民,女士,这是什么? 哦,我知道要让你说出你来自哪里,我将面临挑战。 在富拉尼女士发帖几个小时后,白金汉宫发表了一份声明, 一位发言人说,我们非常重视这起事件,并立即展开调查以查明全部细节。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提出了不可接受且深感遗憾的评论。 我们已经就此事联系了恩戈奇富拉尼, 如果他愿意,我们会邀请他亲自讨论他经历的所有方面。 与此同时,有关个人对造成的伤害深表歉意,并立即辞去他的名誉职务。 所有家庭成员都被提醒他们必须始终坚持的多样性和包容性政策。 富拉尼女士是参加一场招待会的数百名与会者之一, 该招待会将焦点放在了基于性别的暴力上。 由卡米拉领衔的活动还有威塞克斯伯爵夫人苏菲, 丹麦王楚菲玛丽, 约旦王后拉尼亚和比利时王后玛蒂尔德。 除了富拉尼女士, 其他专注于支持家庭暴力受害者的组织代表也出席了会议, 就像西斯塔空间所做的那样。 在招待会上, 王后走上讲台发表了她迄今为止最重要的演讲之一。 她说, 我们今天团结起来, 正确地应对被正确称为全球流行的暴力侵害妇女行为。 面对这样的挑战, 我们可能很难知道我们可以采取哪些实际步骤来开始有所作为。 多年来, 在我以前的角色中, 我有幸会见了许多强奸和家庭虐待的幸存者, 并分担了那些因暴力而失去家人的人的悲伤。 我一次又一次地听到其中的两个最有效的帮助方式是记住和倾听。 据报道称, 苏珊已经表达了歉意, 同时也决定辞去在白金汉宫中的职务。 随后威廉王子方面也发表了观点, 谴责她的教母的言论是不可接受的。 听到昨晚客人在白金汉宫的经历, 我真的很失望。 我不在那里, 但种族主义在我们的社会中没有立足之地。 此外威廉方面也强调说, 该人立即停止工作是正确的。 与此同时, 也有很多人觉得宫殿方面反应过度了。 她为王室服务了那么多年, 就因为一段对话就被开除了, 有人问过她是故意的吗? 处理的速度不仅损害了苏珊夫人的声誉, 也损害了王室的声誉。 难道不应该进行某种冷静, 深思熟虑的调查吗? 有王室内部人员称, 苏珊夫人只是想知道恩戈琪的背景, 以便在需要的时候将其介绍给卡米拉或是其他王室成员, 这正是她的工作之一, 她过去为女王就是这么做的。 有评论认为, 王室立即开除苏珊跟威廉·凯特的出行很有关系, 因为她的言论已经为这次美国之旅猛上了阴影, 这是威廉和凯特的灾难, 同时也可能会成为哈里和梅根的弹药。 而另外在11月30日的晚上, 威廉王子和凯特王妃出现在波士顿的TD花园体育馆, 观看NBA的一场比赛, 波士顿凯尔特人队对阵迈阿密热火队。 在比赛的间隙, 英国王室夫妇的身影出现在了体育馆内的大屏幕上, 并加上了说明威廉是亲王和王妃, 而这也是女王伊丽·沙白二世去世后, 他们所拥有的新身份。 据报道称, 当两个人出现在屏幕上时, 球场内出现了嘘声以及高喊着美国, USA的声音, 不过这很快就被善意的掌声淹没了。 当然, 威廉·凯特也是听到了不和谐的声音, 只不过他们选择了用笑容回应。 在凯尔特人队的老板怀克格鲁斯贝克以及 他的妻子艾米丽·亚法扎拉里的陪伴下, 王氏夫妇欣赏了篮球比赛, 至于他们是否对此充满了兴趣, 外界就不太清楚了。 可以知道的是, 身为英格兰足协主席的威廉, 是一位足球迷, 他最喜欢的俱乐部是阿斯顿·维拉。 在中间休息的时候, 凯尔特人队的队员站在了威廉·凯特的面前, 用动感的舞姿欢迎来自大西洋彼岸的他们。 从凯特脸上的笑容看, 大块头的篮球运动员跳起舞来, 是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 观看篮球的威廉·凯特, 穿得也是较为放松的, 尤其是威廉, 似乎是为了入乡随俗, 休闲西装里内搭了一件牛仔衬衫。 因为王子多解开了一颗扣子, 所以他那浓密的胸毛也顺势被绣了出来。 这在以往也是不常见的, 虽说威廉算不上是高一品的英伦绅士, 但一般情况下, 他的衬衫扣子很少解开第二个。 说到一品, 还真不是有闲有钱就能养成的, 事实上英国媒体曾经经常吐槽威廉的穿衣方式, 觉得他太随性邋遢了, 和他的爷爷菲利普亲王以及父亲查尔斯三世, 所呈现出的考究精致, 完全不同, 甚至连弟弟哈里都要比他时髦一些。 不过随着在王室的地位越来越高, 威廉的穿衣风格也是发生了改变的, 他抛弃了那些宽阔裤腿的休闲裤, 转而穿起了较为修身的百姓, 还真是高帅了不少。 评论指出, 毕竟威廉已经不再是那位风度翩翩的金发王子了, 现在的他也需要借助衣物来提高自己了。 秀出胸毛的威廉王子也是引发了关注, 不少人觉得他的这个形象很接地气, 虽说不一定是故意的, 但显然他没有刻意维护自己的形象。 而展示了自己雄性力量的威廉, 也让不少人想起了, 比他大不了太多的法国总统埃玛纽埃尔马克龙。 现年44岁的马克龙曾在今年上半年, 也就是谋求连任的时候, 让御用摄影师拍摄了一张他坐在沙发上放松的画面, 随即也引发了热议。 和威廉一样, 马克龙也总是以西装革履的样子出现, 秀出胸毛的机会并不多。 当时有评论指出, 马克龙实在找不出能够一击制胜的方法了, 不得已使出了这么一招, 毕竟他当时的对手玛丽娜勒庞是没有这个优势的。 巧合的是, 马克龙现在也在美国, 还带上了他的夫人布里吉特·马克龙。 但从目前公布的行程来看, 威廉凯特应该是见不到马克龙夫妇的。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你对王氏有什么看法呢? 欢迎评论区留言我们一起探讨, 记得关注我, 我们下期再见。